2019年全马最火新闻人物颁奖礼 现在正式开始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用江湖的地方就有规矩 江湖规矩你懂得多少 通常来到年尾呢 各行各业都会有不少的那些颁奖典礼 那女侠也来凑凑热闹 弄一个自己搬自己爽的 2019年全马最火新闻人物颁奖典礼 虽然说是自己搬自己爽 可是入围名单呢还是经过本女侠 严格和精心筛选 没有高人气高流量高娱乐效果高创意奇葩 是不会入围的 事不宜迟 2019年全马最火新闻人物颁奖礼 现在正式开始 第一个要公布的奖项是 最佳改编剧本奖 入围的作品呢 都颠覆了我们对历史和事实的认知 并且重新创作历史 手法大胆 入围的名单有 作品一 英国没有殖民过大马 前全国总警长韩涅夫奥马 他在出席反共产主义集会上呢 告诉记者说 英国没有殖民过马来亚 当初呢 英国是受到了马来统治者的邀请而来到马来亚 他们来是协助我国发展 作品二 外来者称我们是外来者 印度籍伊斯兰传教士扎基尔 他在国内议场公开演讲当中就说 我国的新都图和华人啊 都是外来者 如果要他这位新的客人离开大马 那么同样的外来者 华裔还有印尼公民 应该先走哦 第二个奖项要颁 最佳长篇剧情讲 入围作品呢 都是经历了漫长的演变 有的就是重复不断上演同样的戏嘛 有的剧情呢 就是一波比一波刺激 入围的作品有 作品一 首相的交棒日期遥遥无期 马哈迪安华之间的交棒日期啊 从西蒙执政过后两年 然后说2020年的五月 再到敦马说 完成他要做的事情之后就会交棒 到底什么时候交棒呢 可能连总马大自己也说不出来呀 作品二 公正党 AA斗 安华和阿兹敏的派系斗争呢 本来以为有了那个什么 世纪和解会谈之后 应该告一段落啦 但是没有想到全国代表大会之后 和解不到三天 全面崩坏 双A的关系又急速降到冰点 作品三 公正党 男男性是丑闻 那先是阿兹哈兹的指控和 阿兹敏曾经有过多次的性爱记录 还有那个所谓的影片来作证 到最近又有尤索夫指控说 曾经在去年被安华非礼合企图性侵 公正党似乎从90年代创党以来 就摆脱不了男男新师丑闻 真的是很长篇 作品四 拉曼千万拨款风波 从拨款应该要给多少钱 要拨给哪个单位 接收的单位 他们的政治立场到底是什么 到挑战公开辩论 林冠英 魏家翔 还有拉曼校友会 他们的口水战 加起来的口水 大概可以淹死拉曼的学生了 第三个奖项 最佳恐怖剧情奖 入围的作品 都是曾经引起社会恐慌 造成部分人士反应极大 入围的名单有 作品一 找一文书法纳入小四课本 这项政策引起非乌翼 尤其是华社的极大反弹 现在政治人物也啪啪了 啪了针对这项课题 表达意见的各族团体 就连安华也劝情说 哆龙 不管是支持 或者是反对找一文书法的个招 不要再开什么大会 来讨论这件事情了 作品二 一带一路漫画被查尽 反对者批评呢 漫画企图让共产主义走入下园 后来呀 内政部在不到24小时之内 就指漫画推崇共产主义及社会主义 散播错误和混淆事实 三语版本 都要尽 作品三 陈平骨灰 死灰复燃 再也道 尤其是巫统议员 他们都大力批评 说西蒙政府不顾及马来人和军人的感受 让陈平的骨灰回国 有人呢 还在国会里面讲到这件事情的时候 声泪最下 继续来看下一个奖项 最佳原创对白设计 入围作品和主角具有相当诙谐和幽默的特质 或至少他们说出口的话制造了此等效果 入围者有 第一位 旅游部长 今年三月部长出席德国玻璃旅游展的时候 被外国媒体问到 同性恋来马来西亚旅游安全吗 部长的回答是 马来西亚没有同性恋 第二位 原产业部长 郭肃沁 被誉为最佳推销员的郭肃沁 一直努力不懈的hot sell 中游 他还呼吁大家 每日一尺中游 有益身心 第三位 首相蹲马 针对国内在野党抨击 陈平骨灰被运送回国的这件事 他老人家很无奈地说 骨灰都洒出去了咯 难道要去收集回来 再运送出国咩 第四位 巫统议员 达祖丁 他在骨灰里面对着印裔议员雷尔说 你额头上的白色粉末 是陈平的骨灰吗 他到今天 依然很坚持自己的创作 认为不需要向新都徒道歉 第五位 Bosco Naji 在SRC国际公司舞弊案中 那集自辩出现最多的供词就是 我不知道 我不清楚 经典语录成为许多口才般的教学素材 接下来 是最佳荧幕情侣奖 入围的作品都展现出浓情蜜叶 不只是虐死了许多单身狗 也让很多情侣和夫妻自残勤贿 入围者有 作品一 乌衣世纪打婚 曾经是政治宿敌的巫统和伊斯兰岛 在今年九月缔造政治联婚 上万名党员穿着白色衣服来出席盛会 两党老大阿莫扎西和哈迪阿旺都春风满月 作品二 纳吉名标哄爱妻 这位宠妻狂魔 他在SRC国际公司舞弊案当中透露 刷卡满46万名标给妻子罗斯玛呢 是一份陪罪礼 为了要哄回一位假期被中断 而感到十分难过的罗斯玛 来到亚洲的最后两个大奖了 最佳男女主角大奖 入围者有着不同于凡人的经历 并且极具戏剧化的宣展力 我们先看竞争激烈的最佳男主角奖 入围者有 纳吉 我可以发毒誓 为了证明自己跟蒙古女郎阿丹杜雅的死无关 纳吉呢 到清真寺去 单方发誓说 他从来没有叫人杀害阿丹杜雅 他不认识 也没见过阿丹杜雅 如果他说谎 就会糟天钱 第二位 MBI集团老板张玉发 从张爸爸到落发短期出家 几个星期前 还被中国投资者大骂 他是金钱游戏的骗子 几个星期之后 泰国媒体就揭发 他在泰国剃度短期出家 这跟之前 未来世界首富张健的经历如出一辙 张健最后的下场呢 是在印尼被捉 然后引渡回中国受刑 第三位入围的有 黄明志 吉隆坡倒数变护鼠演唱会 黄明志这场跨年倒数演唱会 因为和制作公司心意娱乐闹分歧 他以一贯的方式录制影片大爆内幕 揭发业界黑暗的作业模式 引起了轩然大波 虽然双方各执一词 不过这件事情闹大之后 演唱会反而获得更高的曝光率 或许更有助于刺激票房呢 最后一个奖项了 最佳女主角奖 这也是本班奖典礼最特别的一个奖项 在毫无竞争对手的情况之下 直接由满星云集团创办人赖财云获得 他的得奖作品是 过江云之转战电视业 在国内销声匿迹了好一段时间 9月才刚刚被控洗黑钱 及非法推广直销计划 与无执照经营直销这两宗罪名 三个月之后 彩云姐突然出现在国际娱乐版 成为了亚洲电视控股 非执行董事兼联席主席 最让人呕了嘴的是 她还聘请了香港新男演员林文龙 来担任亚式副总裁 OMG 剧情峰回路转 角色突变 她也能够hold得住全场 最佳女主角 谁有底气跟彩云姐抢呢 不要跟我说罗斯马哈 她吸引很长一段时间了啦 今年也没有她的作品上线 好了 看过这些入围名单 欢迎各位评审 在影片下面留言分享你心目中的 得奖名单 得奖名单 欢迎订阅 chant 参考 有 maximum 爱 机 crypto